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各位观众朋友 假日愉快平安 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白话 我是今天主持人王浅秋 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的来宾 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教授 简秋大家好 还有市议员徐晓芯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军事专家施校委主编 大家好 来看看最新的疫情的消息 今天最新的确诊数字是50561 在这个确诊数字是再往下降的 死亡个案仍然有172例相当的多 那么加一加从昨天到现在 可能就是522例的死亡了 5222例的死亡了 所以在这个死亡数上面 已经破了5000人 所以让大家都在关心说 在死亡数不断的攀升 也许在确诊数往下走的情况之下 在疫情的控制上 是不是更让大家有什么方法 可以更让死亡率降低呢 不过其中这个快筛 突然出现黑心的这件事情 到现在却说也说不清楚 确诊数下降难道是快筛 筛不出来吗 结果食药署署长终于出来说话了 他的回应对于黑心快筛记的说法 却让外界有更多的疑虑 因为他说 EUA的申请是不需要查厂报告的 厂商填一些错误的资料 给错误的东西 这个时候要谴责 怎么会谴责我们呢 要谴责的是违法的厂商 跟你没有关系吗 这不是EUA是由实药署所审核的 而这些资料的审查里面 有看清楚吗 比方说厂商就讲了 他很清楚的是说 它是标注了中国制 而且在两批的申请资料里面 都写了中国 但到目前为止 卫福部仍然坚持 所有核准的美制的附勒 都是美制美制美制 没有所谓中国制 所以业者是不是 榆木混珠 检调要调查 都是厂商自己去榆木混珠 而不是在申请资料里面 就已经填好了 你负责审查资料 还有把关的资料 难道不用看吗 眼睛卡就过去 难道是有特殊的关系吗 所以现在连民营党的立委 都跳出来了 这也是少数我看到 终于民营党的委员 也要快监督 他谴责的是违法厂商 笑死人了 他回答说 全世界救你吃案 还让违法的快筛 既输入台湾 伤害国人的健康 吴秀梅 他就直批食药署署长 没资格讲这句话 什么叫做谴责违法厂商 你是把关的机关 你有什么资格 要求大家来谴责厂商 我们再来看看 在讲失言这件事情 除了全球领袖 除了拜登最常我们用到之外 再来就是苏贞昌 苏贞昌又讲了真心话 大白话 他在屏东出席台铁的潮州基地 启用的时候 他就讲 行政院的工作 就是把政务做好 拼经济 然后顾什么 顾选情 跟之前去视察 儿童疫苗接种 这样讲的是 打个防疫的选战 那个船员是真心话 大白话 再来听听苏院长 他的谈话 今天蔡总统会召开选对会 那渴望征召新竹市长 林之间出站桃源 但却引发党内的反弹 那院长怎么看 关于怎么样子提出 复合民众期待的人选 来为地方做建设 是党的责任 行政院的工作 就是把政务做好 拼经济 顾选情 现在防疫工作 来到最后最关键的一战 我们一起打赢这一场 防疫的选战 防疫的作战 他上一次讲错话的时候 还有自己有发现 可是这一次他是完全浑然不觉 就讲顾选情 所以事后幕僚还赶快 把新闻稿的字 帮他给更正过来 所以他自己本身是从头到尾 都没有发现讲错 讲得很顺 因为他本来就要顾选情 然后再来网路上面 大家就来讲 现在关于监督执政的 施政的成果这件事情 要监督 真的在言论上很辛苦 因为就会觉得被霸凌 他只是觉得说大家 他的所谓的这种心态 就是说 我哪里有霸凌 我只是叫大家 不要跟他说话就好 不要借他东西而已 那塔律班的动机 就是要人民闭嘴 他形容的 这个网友上讨论的就是说 现在的言论自由 在检讨所有的实证的时候 就是会被大家围堵 就好像小孩子 小时候被霸凌的状况一模一样 所以当他们要回应 这些旨意的时候 就会拿出最直接最粗暴的优势 就是说不然你选赢我们 我们选赢了 所以我要怎么样为所欲为 都可以吗 要监督我们的时候 我是不让你说话的 这个就是 现在网友的感觉是 言论上已经被霸凌了吗 而现在在选情的部分 就是苏院长最关心的 目前新竹的林志坚 已经确定跳槽到桃园 要去选市长 那么当然大家都在讲 这个是前所未见的一个状况 那么本来他自己 本来也意愿不高达 现在坚持被邦 邦要求被披挂上阵之后 原本的新竹 就说那一定要我自己的人马 就让副市长沈慧宏 带他来出马参选 那么基隆也敲定了蔡世应 所以连民进党人自己都跳出来骂 民进党当然自己也有意来参选 那现在觉得这过程不公平 除了批评之外 他也把这个郑保卿前立委 他也批评 以前骂韩国瑜落跑市长 现在不是做同样的事情吗 对桃园来说是最大的耻辱 而对新竹人来说 不也是一种市长先提早离开了吗 不过这个民进党内 当然有这个说法 就想要帮忙成期 要比较跟韩国瑜有多不一样 但是从其中的这个内容 主要是说新竹转战到 同生活圈的桃园市 显示在终生代人才培养 是有连贯性的 是这样可以不同的解释 就说去天壤之别 是跟过去韩国瑜的状况 选总统是有天壤之别吗 那当然很多人说是五十步 校百步 而桃园地方更是叹 所谓商业在地人经营的热情吗 还是之前访问过一个桃园 当地的议员说这是真的是前所未见 以前考量这里的时候是说 桃园从来没有过 不是空降的人 所以有这样的考虑 选人选人的问题 现在是各党通通都空降 前所未见的到了桃园来 小心 我想苏贞昌最近是不小心 吃了这个诚实豆沙包 把他心里的话讲出来 对 这两件事情都是在做什么 都是防疫 他把他视为一场选战 而且最重要的是要顾他的选情 我们就先从食药署的事情开始讲好了 明明五月十号 接到EU的这个吹哨人的电话 五月十三号确定他有收到公文 为什么 暗扛资讯 知情不报 导致后面越演越烈 越来越多的地方跟企业 去做了错误的采购 本来民间可以避免的 地方政府可以避免的 可是就是因为你私藏资讯 然后你完全不做任何事情 所以今天才搞成这样 那大家会想 为什么明明知道 但是完全不动作 就是怕伤害选情嘛 因为这个食药署 吴秀梅 他就是陈时中的第一把交椅 他的左右手 你从看到他过去 他们两个关系就是非常好 可是我觉得今天食药署 最夸张的地方是 这个事情让我想到以前的 屏东老农的这个黑心油的案子 这个崔少仁先去 当时崔少仁找了平工县政府 结果都没有人理他 他只好跑到台中去 这次一样 先找了食药署 应该就是监督合可的单位 结果完全没有人理他 后来他才去找了 买到这一批货品的军医局 一比对确实有问题 交给检调调查 也就是什么 如果军医局没有接受 没有处理 我们到现在没有人知道 我们买到的富乐快筛 是有问题的 就是吃案 再来 现在还在说谎 因为那个帮忙申请的邵博士 他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 我们在申请的时候就有说 这是中国大陆制造 美国合可的快筛 那为什么 他从香港进来的时候 盒子上写的是什么 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美国制造跟中国制造 美国核卷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食药署 食药署 你今天竟然把责任想要撇得一干二净 说那是厂商的错 不是我的错 那我就请问 审核这些资料跟文件 查核它的事实 是不是食药署的工作 食药署的责任呢 大家记得吗 当时有四十几家的厂商 不管怎么送件 他就说你要补件 你的资料有问题不合可 食药署先前不是把关的自称非常严格 导致很多厂商都不得其门而入吗 为什么这一家富乐快筛的大新资讯 资本额只有五百万 你就这么轻松的连他说 我作假这些文件资料 你都完全没有查核都不知道 我们请你帮我们在家里雇小偷 不要让小偷进来我家 结果你把门开进来让小偷进来 然后我转头问说你为什么这么做 你告诉我说你为什么不去怪那小偷来 你家偷东西 这个有道理吗 如果是这样子说可以说得通的话 我们要这个食药署干嘛 我们要你这个政府干嘛 都不用了嘛 都不用啦 反正有说有送资料的就 都过都过都过就好了嘛 食药署最重要的就是把关 接下来我认为会有国陪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五月十三号他就知道了 但他没有作为 没有调查案侃资讯 导致以台北市来说 我们是什么时候买到的 五月十八号买到五月二十三到货 也就是说你只要在五月二十三之前 向全台湾市井 这些地方县市 我们台北市不会去买十万几 现在是这样子 我跟大家讲一个最新的资讯 台北市政府发文 给这家搭信资讯公司 说我们要退货 我们要退款 期限是 礼拜一 六月二十号 六月二十号 如果对方没有退货退款 就要开始走法律诉讼 那我就问 相关的法律诉讼 食药署有没有要帮忙 很多钱 台北 新竹 高雄 台中 都有买 还有更多的民间厂商都有买 你当时如果早一点 五月十三号收到 立刻确认跟大家说 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 吴秀美还想把责任往外推 为什么 就是为了选战 因为这个包他们扛不起 他们不想扛 所以现在统一都说 已经交给检调调查了 很多的问题都不是在检调的问题 我刚刚讲的这些事情都是食药署 应该要对外界说明厘清 怎么会把问题又丢给剪掉了呢 再来我要讲林志坚的部分 林志坚 他好意思说什么 跟韩国瑜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我等一下会来解释 但是呢 这个所谓民进党的天壤之别 就是民进党可以 国民党不行 而且我认为 他跟韩国瑜的确不一样 因为韩国瑜从高雄市长 他若选上总统 他在全国的资源分配上 他一样可以照顾高雄市民 先前有很多的被说是落跑的 都同样情况 比如说他是行政院长的位置 那他未来还可以照顾 他原本县市的市民 朱立伦是新北市长去选总统 选上以后还是可以照顾新北市民 我就问 新竹跟桃园 我们都是所谓的县市 是在以中央的规格来说 是互相竞争资源的 新竹跟桃园在资源分配上 是有竞争的 那你今天新竹跑到桃园去 你以后还会去雇 你的新竹的市民朋友吗 先前你才告诉大家说 你会坐满任期 你就已经非常明确跳票 所以我要说他是史无前例的 第一 他是大新竹合并的逃兵 他一直告诉我们说 我已经做了第二任了 我跟别人不一样 我是第二任 可是你不是才刚提出 你的大新竹合并吗 合并不了就跑了 合并不了 他是先想选桃园 被郑文蔡打脸说 这里跟你没关系 才又提出一个大新竹的合并 被大家打脸说 你就想再选一次 然后没有成功 现在才又跳回来 选桃园的市长 所以他就是 林志坚就是一个 脚踏两条船的政治捞仔 我直接这样讲 你背叛了 你自己所提出的主张 如果你真的觉得 真心觉得 你当时提的大新竹合并是重要的 他该选什么 选立法委员 对不对 你不应该是看植物的高低 而是看你的理想跟你的目标 你就 新竹市长做完之后 选立委 你进去推动你的大新竹合并案 推动成功以后 你想要再选一次 也没人挡着你 可是现在只证明 他就是想要脚踏 新竹跟桃园的两条船 得了关癌 是政治捞仔 不过民进党心心念念就是选战 所以才会让苏院长不小心又脱口而出 他现在顾的是选情 但是像快塞机这种事情 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到底会不会用到一个黑心快塞机 验不出来 然后造成更大的人生的伤害 这个确诊数再降低 到底是用了太多黑心的快塞机 还是真的降低 那没有办法在这个疫情当中 得到安全的对待的时候 难道政府不应该负责任吗 当然要负责任 我自己做过几个不同的政务官的经历 你要知道政务官就是士大夫 这个你错误的政策比贪污还要严重 你造成人民的辛苦甚至这种伤亡 你看不到的这个现象 事实上更为深刻 吴秀梅这个案子我真的是前所未见 一个审核的工作 尤其他自己强调 这次要在10天 为什么10天 因为他们没有前进部署 超前部署 所以赶快要进这个快塞 那很简单 那你就找有资质 有潜力 然后有一定条件的厂商 在做医药进口 而不是只是有关系的厂商 当然这个东西 其实你在这个条件之下 你才能够确保 它进口的东西有保障 是不是 你才能够简化程序 是不是 我们以前记不记得大家谈那个疫苗的时候 整个要所谓的三期的这种检视 对不对 然后到了二期 有人这个二期都做不完 还给他特别的 就是说这个通行 这个过程当中 他过去有没有做过 这些支持是什么 都很清楚 他完全的放水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可能性 然后现在跟他说 你为什么不怪那个厂商 那我要你这个署长做什么 他还是三级单位 他还是三级单位 他要是一个部长 我现在觉得 民进党执政到现在 各位 我们这两年多来这个疫情 你看到好一连串这个案例 整个一个 我叫一个结构 有一个四个层面的这个结构 越来越严重 呈现的也许是贪腐 也许是政商勾结 也许是整个机构的这种 功能的失去或者是沦陷 第一个就是官员 第二个是这个政府跟这个党 民进党跟民进党政府 第三个我必须要讲 我们的司法调查 从这个监察院连政署阵风 在这个情况阵风应该出来 你不要丢给检调 检调也要做对不对 然后这个调查局这些检察官 我的感觉这里面提到 似乎台湾的这个言论自由 跟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这种 弊案的关心 好像引起 引不起大家的注意了 那就是第四个层面 那就是媒体 我们现在媒体 是不是难道只有我们 在那边大声疾呼 一疾呼就说我们 是怎么样是政治的斗争 或者是说 这个某某人是亲中 的这样子一种 用这种方式的污蔑 你自己不自觉到 你已经进入到了一个 整体民主机制的 这种贪腐存沦的 官员 政府 司法跟媒体 这四个层面 其实已经很深刻的 在过去的两年当中 我们看到他许多的问题 是 所以网友的形容词 让引起人都共鸣 难道我们言论只要是监督 就会被霸凌吗 现在是让所有的人 都要精神不敢说话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